番茄冒险 曾几何时,五颜六色的鲜花和美味的蔬菜生长在一个美丽的花园 花园里最喜欢的蔬菜之一是番茄 这种番茄喜欢与其他蔬菜交朋友 他每天都会和他们聊天,他们会一起玩游戏 花园里的每个人都喜欢他开朗活泼的个性 有一天,tomato最好的朋友pucumber 他的名字叫Tommy,兴奋地走近他 Tommy,我有个好消息 他喊道 Tommy好奇地问,发生什么事了,黄瓜 你为什么这么兴奋 黄瓜笑着说,今天我去了花园外面 发现了我见过的最大的水果星期天 你可以在那里找到各种各样的蔬菜和水果 也许我们也可以去那里,去冒险之旅 Tommy的眼睛闪了闪,他立即回答说 是的,是的,我们一定要走 什么样的冒险会在那里等着我们呢? 两个朋友一起决定,开始准备冒险 他们在出发前告别了花园里的其他蔬菜 胡萝卜,辣椒,茄子和其他蔬菜 祝他们好运 他们开始了他们的冒险之旅 星期天醒酒,当他们到达水果市场时 Tommy和Pucumber发现自己在一大群人中间 首先,他们发现了五颜六色的水果和蔬菜摊位 苹果、梨、葡萄和其他水果 以其美丽的气味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 然而,Tommy和Pucumber的感觉有点不同 他们注意到,他们和水果之间存在某种脱钩 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草莓走近他们 问他们,你好 你在这里做什么蔬菜? Tommy兴奋地回答说 我们也是来自花园的番茄和黄瓜 我们来到这里探索水果星期天 你为什么和水果脱钩? 草莓笑着解释说 其实水果和蔬菜是不同的 水果通常是甜的,带有种子 而蔬菜通常更无味,专注于其他可食用的部分 当果实生长在树木或植物上时 它们会在动物或蜂的帮助下掉落 以传播它们的种子 另一方面,蔬菜通常生长在地下或植物的其他部分 并形成烹饪中使用的部分 Tommy和Pucumber仔细地听着Strawberry在告诉他们什么 两人相识一笑 虽然他们不同 但他们意识到水果和蔬菜可以共存并成为朋友 12月 在水果星期天闲逛了一会儿之后 Tommy和Pucumber意识到他们的冒险是多么有趣和有启发性 他们会见了苹果,离合其他水果 他们一起玩游戏,唱歌,甚至尝试制作水果沙拉 最终,Tommy和Pucumber意识到他们必须在周日离开水果 是时候回到花园了 两人在离开前与所有的果蔬朋友道别 当他们回到花园时 其他蔬菜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 Tommy和Pucumber讲述了他们的冒险经历 以及他们与朋友在水果周日度过的时光 花园里的每个人都喜欢听这个故事 这表明它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不同 通过这种方式 Tommy和Pucumber了解到 差异是财富 水果和蔬菜可以创造一个脱钩的奇妙世界 现在花园里所有的蔬菜和水果 都以更好的方式生活在一起 体面地相互支持 因此 我们的故事《番茄冒险》最终成为一个 关于友谊 差异和接受的美丽景视故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